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公司又是一个统一的意志 道圣和夫是怎么让这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和谐呢 道圣和夫认为 他说 有人认为公司员工身为自由人 一个自由受过教育的人 应该有他自己思考问题的空间 但是随随便便一盘散沙 这样的国家不会长盛 这样的公司也不会繁荣 大家只有思想一致 才能够充分发挥出力量 公司员工不是建立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上 而是相互穷心的同志们 聚在一起所结成的命运共同体 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命运共同体而工作 道圣和夫从来不认为公司是他个人的 而是一个共同体 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 道圣和夫关注的焦点 当然是共同体的合力 道圣和夫一直非常心仪 日本明智威心的思想领袖 也是日本现代思想之父 辅则玉吉 他说将来的事迹呢 有可能是实业界的事迹 这个时候实业界的领袖 就处在特别重要的地位 辅则玉吉给出了一个 实业界商业领袖的鉴别标准 思想之深远 又如哲学家 心术之高尚正直 又如原路时代之武士 家之以相属小利之才干 既之以田龙百姓之强健 方可成为实业社会中之风云人物 辅则玉吉的这段话 是道圣和夫非常喜欢的 尤其他喜欢什么心术高尚 又如原路武士 同时还要有相属小利之才干 光这个还不行 还要有在田间地头耕作的 那个农民身体之强健 方可成为实业社会中之风云人物 这一段话实际上把道圣心目中 所向往的精英者的形象 一点一滴刻画的淋漓尽致 几日几夜不免 可以坚持到底的强健的体魄 和手急眼快 咽过八毛的商业敏锐 可都是精英者不可少的素质 而这些素质 必须由崇高的理想 正直的意志作为保障 才可以称作一名优秀的精英者 负责预级所构划出的实业界领袖 就是道圣和夫的理想 他提出的经营十二条 在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看作是负责预级 关于实业领袖标识 在现代背景下的具体化 第一条 明确事业的目标和责任 二 设定具体目标 三 胸怀强烈的愿望 渗透到潜意识 四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五 追求销售额最大化 和经费最小化 六 定价决定经营 七 经营取决于坚强的意志 八 燃起斗志 九 拿出勇气做事 十 不断从事创造性工作 十一 以关爱和诚实之心待人 十二 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 所有这些层面 看上去包罗万象 实际上都在传递着 一个重要信息 这就是如何让员工共享正确的哲学 在一个公司如何建构统一向上的意志 如何建构一个生生不息的氛围或者场域 使公司整个的生命体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创业之初 道圣和夫有幸聆听了宋夏星之柱的演讲 他说一旦下大雨 未建水库的河流会发生大的水灾 产生洪涛灾 而持续日赛 河流就会干枯 水量就会不充足 所以呢 建水库细水 使水量不受天气和环境的左右 保持一定的数量 经营方面也是一样的 景气时 你要为不景气时做好准备 应该保持一定的后备力量 听了这一番话以后啊 聚集这数百名中小企业家的会场里 不满意的声音 像波浪一样的传播开来了 说些什么呀 不正因为我们没有设备 没有投资 没有资源 大家才每天挥寒入雨 恶战苦斗吗 如果有这些储备 如果有储备了 那么谁都不用那么辛苦了 我们当然想建这个水库 我们也都知道建这个水库的重要性 但是现在我们处的这种状况 水库对我们又有什么作用呢 会场里到处听到这样的牢骚 或者交头接耳的声音 演讲终于结束了 到了答疑时间 有个男士站起来 不满的质问 我们都想搞水库是经营 但是现实做不到 我们每天都在考虑生存问题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怎样进行水库经营的具体办法 有具体办法吗 松下先生温和的表情中 露出一丝苦笑 沉默了一回 他解释说 那种办法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必须有不见水库 誓不罢休的决心 此刻全场哗然失笑 几乎所有的人 都好像这个松下先生 这个不是个答案 所问非所望 大家都对他感到失望 但是现场有一个人 也就是道圣和夫 感觉全然不同 他好像几乎这个 几乎像一种巨大的电流 一下子击穿他的全身 他有一种被电流击穿的那种 巨大的冲击 面对这么多这个 若有所实那些叹息什么 他就感觉到松下先生的话 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真理 是啊 道圣和夫感觉到是真理 而众多的小企业家 感觉不到这个真理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啊 任何一场演讲 听众只能听到 他心里有的东西 更准确一点说 听众只能听到 他不知道他已经有的东西 你这一说 他听到了 他感觉到有共鸣 他内心有这个东西 被演讲者给说出来了 直接唤醒他潜意识中 他拥有的东西 常常呢 这个时候他就有 会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 当时在现场的大部分的企业家 可能呢 牙根就没有这个意识 他就没有一个长久经营的一个打算 我们说了 道圣和夫在公司创立的第一天 他就说我要建日本第一 世界第一的企业 他的每一刻都是为着那个目标 在积累 在累积 在建水库 这个当然是正合了道圣和夫的内心 道圣和夫当时啊 被一种强大的电流击变全身 宋下信之助的演讲 一下子把他内心所深藏的 那么长的时间 所积累的东西 一下子给照亮了 他本来不懂经营常识 他本来也没有学过MBA 更没有学过EMBA 也没有老师去请教 但是呢 他不懂得经营常识 他不懂呢 有些什么条件下 你才可以做什么 这些行业最基本的水准 利润水准等等 他都不知道 他只有一条 他知道要投拱地 把一件一件的事 做到极致 新公司订单未亡 条件具备要上 条件不具备也得上 每次道圣和夫都被逼到 都被逼到这个边缘 差一点就到悬崖了 过不去 每次他都能显胜过关 这里边的秘密 道圣和夫作为当事人 是当然最明白不过的 反正他知道 不能给自己设限 要趁着还有订单 要趁着还能动员 人力的时候 就创造条件 也要上 听宋夏兴之助说 事不罢休 他很有同感 经辞的每一个订单 都有这样的故事 正是这样 义无反顾的去追求 结果呢 看上去 虽然是 小公司 却积累了不少的客户 和成本的优势 刚才 王玉坤老师讲到 道圣和夫 在听到 松夏兴之助的 水库式经营理论后 深受启发 那么 道圣和夫 对这一理论 又做怎样的阐释呢 我们继续来听 王玉坤老师的精彩讲解 说起成本优势 在京思 简直是另外一个传奇 道圣 新切入这个行业 他不知道成本的标准是多少 每次他都是在客户需求的定价 成本超出预算 有些时候成本是超出预算的 拿回这个定价来 一看 成本远远的超出预算 这个时候 道圣和夫 我已经承诺了客户 那我就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 我怎么办呢 我就使尽全身的力气 动员每一个人 使尽全身的力气 去这个挖这个 挖这个深沟 去建这个水库 去这个耗到这个极致 这样呢 慢慢的 慢慢的 在这个在这个金瓷公司 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水库 这个水库呢 就是说 他当时那个条件 那个成本本来是做不到的 但是他在那么危机的时刻 他能够唤醒每一个人的这清晰 我们要活 活我们就要把这个订单做完 大家都得想尽办法去做这个 那么在那种非常状态下的一种 极其努力的一种状态 极其努力的那种镜头 当着订单来了 更大了 更好了 这个定价 假设 假设成本 成本是十 结果呢 来了一个订单 价格是八十 空余很大 但这个时候 道圣和夫的窍门 他对水库的理解就是 这个时候 你不能说 我现在这个价格高了 以前是 定价是十二 这个订单是十二 我成本十 我就得咬住牙甚至来做 那你这个现在定价是八十 我就可以放松一下了 道圣和夫说绝对不行 这个时候 我们要把以前的这种镜头 继续来使用 这样久而久之 这个金瓷公司的这个蓄水池 这个水库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道圣和夫呢 就把这个 松下星之柱说的这个水库是经营 他用他更简单的话概括出来 他这个更简单的话就是 销售最大化 经费最小化 企业经营一定是这两个极端 不可能说我保持一定的经营水平 我这个销售最大化 这样会效益最高 道圣和夫不认可 他只认可 两极是思维 销售最大化 收入最大化 经费最小化 对他来说 公司经营就是要把开发出来的产品 投入生产 通过销售获得销售额 销售额减去费用所得的差额就是损益 仅此而已 公司就这么一件事 销售最大化 经费最小化 这里面有着巨大的无穷性 没有一个确定的损益标准 所以有的公司每年保证有5%的利润 即使日元升值 汇率大幅大幅变动 通过努力经营 最终也能保持每年维持在5%的利润上 但是既然这份努力 你能够可以抵消汇率的变动 因为在日本当时主要是处在一个日元 不断的在升值的时候 那么既然是你进了这份努力 可以抵消这个汇率的变动 如果在有这种变动之前 那样努力的话 导致格夫说 那不应该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吗 然而恰恰正是由于5%利润率 这么一个常识 公司为了完成这个目标 采取措施 但一旦达到这个5%的利润率 就放下心来 我们已经努力了 就这样了 他不会付出更大的努力 去追求更高的利润率 常识 可以帮助你完成目标 但却不能帮助你超越目标 成为再创新的高指标 所以道胜可富认为 利润无非就是销售额减去费用所得到的结果 若是如此 重要的就是要努力使销售最大化 经费最小化 这样努力的结果 利润自然随之而来 经词成立以来 就一直致力于建构 实现销售最大化 经费最小化 所必须的组织结构和经营体系 2009年金融危机来临 道胜可富出版了 在萧条中飞跃的大智慧 并来中国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做演讲 他提出萧条时成长的机会 大家都在感觉到萧条时感到危难 道胜可富说萧条时成长的机会 公司在不景气的条件下 正好有时间增强体制 为下一次飞跃积蓄力量 有些人感觉不可思议 道胜可富却用50年的实践 让中国企业家确信 萧条确实是个好机会 他提出了应对萧条的五大对策 全员营销 配发新产品 彻底减低成本 提高生产率 经营者必须与员工 形成共同经营的伙伴关系 提出这五大对策 他把这个萧条期 作为公司减低成本 唯一机会这么一个说法 很能引起中国企业家的共鸣 有一位企业家 本来没有吃晚饭 好几年都没有进大学听课了 但那天我通知他了 他也去了 他在那里去晚了 就站着听了两个半多小时 企业家完了以后 非常激动的给我说 太震撼了 太震撼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 怎么中国人就没有说出来呢 让这位企业家特别特别共鸣的 是道胜和夫的下面这一段话 道胜和夫说 萧条期费用于以前一样 公司就经营不下去 既然没有退路 只好大家一起努力减低费用 所以萧条是降低成本的唯一机会 萧条期降低的成本 改善了公司体制 以至于低价能够盈利 那么一旦景气恢复 利润就开始大幅度攀升 在萧条期打造筋肉结实的公司体制 保证了高效益 日本经济一次次的危机起伏 那么道胜和夫就在一次次的危机的时刻 就打造了这种筋肉结实的 这种强硬的公司体制 或者用松下兴之助的说 就是积累的积蓄了挖的深挖坑 积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水库 这里边呢 就说道胜和夫 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他认为他是按照常理来办事的人 他的这一套东西并非什么标心利益 也不是随意否定常识 他更不是居高临下 根本否定现存的思维方式 他不做这些 他只不过是如其所事的 看人看物 常识有两类 道的常识 与数的常识 正谢善恶 这是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而这些规范从孩童时期就融入了我们的血液 与我们修起相关 道胜和夫认为 商业存在的根本 就是能够为买家带来最终利益 带来利益的越大 商业就越能处兴 故此 他各手的 他的经营的准则 这个准则就是在道德常识的层面 他不是怪人 他不会去否定这些常识 而恰恰是他克守这些常识 却显得他特立独行 在以上内容中 王玉坤老师为我们讲解了 道的常识和术的常识 并讲到道胜和夫因为克守自己的经营准则 而显得特立独行 那么日本商界中 道胜和夫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在日本商界 道胜和夫一直是一个异类 因为呢 这个社会飘逸着太多的约定俗成 人们很容易掉在里面 以这些约定俗成的东西 构成一个个事物的物理层面 构成事物繁复的表象 这是属于器具的常识 属于树的常识 树的常识是注定可以被超越的 而且一定是要被超越的 不超越就不足以常识 一切常识救了你 一切常识又害了你 无知救了你 无知又害了你 无资源救了你 无资源又害了你 特立独行 可能是回到那个原点 或寻规蹈矩 或可能是偏离了原点 就是你那是在按照约定俗成的模式 塑造自己 那么你就是个懒人 道圣和夫的经营之道 看上去就是两个主题 主题一超越 主题二持续超越 谁都会遭遇险境 谁都会深陷困境 谁都有爱莫能助的窘化 这个时候超越的机会就来了 你可以超越你现有的能力 现有的能力 是注定要被超越的 你可以超越你所掌握的所有的资源 你从来不知道 你到底能驾驭多少资源 你可以超越所有人算定你的宿命 你这人就入除了 你生下来就这样了 但是你的命迷决定于你现在的信愿 决定于你现在的行动 因为呢 只有自身特定的场域中的你 才知道 道的按钮和窍门 实现第一个超越容易 因为你还没有多少限制性的条件 可是要持续超越 实现第二个超越 那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你的身心灵是否合一 你是否是真正的没有恐惧 你是否一点点也不偷懒 你是否真正的有一颗精进的心 这个至关重要 精思创业之初啊 它就是一家生产零部件的厂家 是一家完全独立自主的公司 但是所谓这个独立自主 它就是它的生存 就必须接到一个订单 因为那个订单 创造出这个好的产品 创造出客户价值来 所以在这个领域里 它必须拥有比客户更先进的技术 必须凭借先进的技术 在产品的交付期 品质 价格 新产品的开发等等 所有的环节上 全力满足客户的需求 为其入词 才有存在的价值 当然 每个层面也都有一定的限度 比如说吧 你总不能赔本赚腰喝吧 你只有生存 很健康 很好的生存 才可以更大限度的 满足客户的需求 另外呢 关于产品的品质 要求要追求绝对高的品质 在现实中 也是不可能的 也只能说 在那一个背景 那一个时点上 那是最高的品质 那么在下一个时间 又有新的最高的标准 在那儿待着 所以呢 说这个交货 日期 采购资产 生产流程 以及运输的环节 要花费的时间 那么就是你这个交货时间 客户需要你马上交货零 那也不可能 尽管有这么多的不可能 有这么多的条件 然而你对客户服务的态度 服务本身 可是没有见限的 所以道圣特别强调 要做客户的仆人 这话呢 就是表明 对待客户的一种态度 也是意味着 客户至上 要贯穿始终 这是要为客户 做最大的一种奉献 老话说呢 这个经营最高的境界 在于赢得客户的信任 这个话呢 也没错 但是道圣和夫认为 就是说 你要贯彻客户至上 你就不能挺步在 赢得客户信任 这个层面上 这个层面 道圣和夫认为 第一了 第二 他认为更重要 更重要的是 你要赢得客户的尊重 还要让客户感觉到惊喜 让他一次次的感到惊喜 那么他就对你特别的尊重 而让客户对你尊重 让他对你的产品 当时那个那个时点上 对你的产品挑不出任何问题来 这就是你赢得客户尊重的 一种最好的方式 这才是生产 所以道圣和夫说 客户至上 可不是空的 不简单的说 赢得客户的信任就行了 你必须让客户一次次的惊喜 赢得客户的尊重 达到让人尊敬的程度 与客户构建这种绝对性的关系 这才是真正的经商 那么我们在经词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都看到 在好多事情上 他本来都没有那个能力 但是有订单来了 他就急 这个时候他没有条件 创造所有的条件 他也要杀 这个秘诀就是呢 你绝对不能 就是道圣和夫的秘诀啊 就是说你绝对不能 按当时的水准 还根本无理完成的那个订单 就是说一般的人会认为 我接订单 我得根据我的能力 但是道圣和夫说 他的秘密就是 你千万不能根据 当时你达到的那个能力水平 去接订单 你一定要接的那个订单 超越你的能力 你要勇于向困难挑战 这样久而久之 你就会成功 受客户委托的时候 你要用将来的眼光 来鼓量自己的能力 道圣和夫坚持的把这一点 提升为 经词的一个经营的法则 一个重要的原理 就是不宜现有能力 判断未来 华为任正非呢 他有一个非常强调的 一个压强原则 他认为呢 人的这个能力 要挑战不断的不可能 其实任正非 他的研究成空交换机之初啊 也跟道圣和夫一样 他在做的零配件 他是要做出一个产品出来 然后他当时什么能力也没有 他当时白手起家 什么能力也没有 开始无非是一个贸易公司 当时中国的市场上 都被这个国际一流的 跨国公司的产品所占领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任正非要存活 华为要存活 他就只能接的这个订单 他没有条件 他要创造条件去接这个订单 他还没到接这个订单的水平 但他一定要拍胸口说 这个订单我可以 接下来以后咱们再说 这就是任正非常用的压强原则 那么道圣和夫 他的这个不要以 千万不要以你现在的能力 去接单 这个这一块 对我们许许多多的中销企业家 也是应该有感同身受的一种感觉 你像我们现在 不管是加入汽车的产业链 还是家用电器的产业链 它是某一个环节上的一个零配件 这个时候 你只要只是满足于你现在的订单 现在的客户 你不思进取了 我就是这个能力 我就干这个活就行了 那久而久之你就要被淘汰 为什么被淘汰呢 因为你的客户是在不断前进的 你的客户 你所服务的这条供应链 它是随着环境的变化 它日新月移 如果它的这个订单完全发生了变化 不是这个产品了 不要了 它要另外的东西 你还有没有这个能力 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在任何时点 都不要以你现有的能力为基准来接单 这是道圣和夫这条经营原理呢 特别强调的 道圣和夫呢 有个口头禅 就是说你一定不要用你的现有的能力 限定了你的水平 你的发挥 你一定要把这个明确的愿望 深入到你的潜意识中去 潜意识在大脑中的容量很大呀 平时呢 它发挥出来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大概好多人发挥潜意识能量 也就是可能不到百分之一 每个人都有超长的工作能力 可以二十二十四小时持续工作 这种能力呢 你平时平时是很难表现出来的 潜意识 道圣和夫认为 他是一个人的守护神 当潜意识当中已经有了这种明确的愿望 就能够成为自己的守护神 所以呢 你要保持强烈的愿望 我们不说过吗 道圣和夫说 你要保持你强烈的愿望 渗透进你的潜意识 这样这样久而久之 你割开你的血管 流出来的血 就是都透露着愿望 所以呢 这是这是道圣呢 非常强调的一种东西 他把这个东西 几乎呢 这个奉为一种 这个道圣道圣教 道圣 其实道圣哲学就这个东西 他就说 你一定要超越 持续超越 不以你现有能力为基准 本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方明家 公司是什么 经营者是什么 经此公司成立以来 销售额持续 持续按同比例增长 大概50%左右 利润率达到了40% 对这个利润率 道圣和夫认为 你如果只到10%的利润率的话 那你就别经营了 这个当然 这个道圣经辞 道圣领导的经辞公司 有这样好的成长 就吸引了众多投资银行的关注 他们纷纷找上门来 劝说道圣和夫 你快上市吧 上市吧 上市吧 道圣对这个新鲜事呢 也是反复反复传行 最后觉得为了公司和员工着想 确实应该上市 那么上市呢 有个一般的当时那个投资商呢 给他说一般的股票有三种发行方式 第一种呢 就是卖出经营者等人手中持有的股票 股票呢 会以面额的几倍 甚至几十倍上百倍的价格卖出去 经营者等人 就可以称词获得巨大的利润 但公司却得不到分文 这第一种 第二种方式是由公司发行新股 票面溢价 完全由公司获得 可以充斥到公司的资金中去 第三种呢 放负经营者手中所持有的一些股票 或者全部或者大部分 而同时也发行新股 这么三种发行方式 投资商告他了 说呢 一般大部分公司都会采取第三种 就是你要把你的原有的股份要放出去 全部放出去 或者放出一大部分去 同时呢 你去发行新股 这样呢 这个经营者和出资者自创立公司以来 尽心竭力所一直的努力 就得到了一种利润的一种分享 这给他们成就感 是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杠杆 这是一个常识 但是呢 道胜和夫 他这个在1971年10月1日 京慈公司在大阪证券交易所 及京都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的时候呢 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道胜和夫是毫不犹豫的 采用了第二种方式 他不要第三种方式 道胜和夫说 那是一个分水岭 我认真思考了公司与经营者的真正含义 所以哪怕放弃个人利益 也要募求公司的发展 事实证明 他的这一决定 对京慈的进一步的发展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道胜和夫看来 作为一名精英者 一旦考虑个人利益 就会毫不顾及公司 对公司的实务 就会有疏忽大意 而公司呢 也会在那一瞬间 失去生命力 所以自下定决心 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经营者以后 他就已经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 而只考虑 作为一名法人代表 应该怎样做 在股票上市问题上 也是一样的 他一遍遍地考虑 经辞当今最需要的是什么 真实熟虑以后 才决定只有新股上市 道胜和夫的这种经营的理念呢 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主人和奴隶 这是当年道胜和夫也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呢 在中国今天 在中国公司 在中国今天呢 应该是普遍存在 跟他在一个时代打拼的 道胜和夫发现 跟他在同一个时代打拼的中小企业家中间 有很多精力充分 富有才感的人物 他们具有商业的敏锐 善于捕捉机 才能 才能非凡 开始能够获得成功 但是他们很难获得很大的成功 这是为什么呢 道胜和夫发现 是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呢 创业者 往往把公司当作私有物 采取各种手段 满足私利 由此导致员工丧失工作伦理 和勤劳的意识 公司呢 也因此而停滞发展 最后呢 逃不出 逃不过被大公司 或者同行 兼并的命运 道胜 却是彻底无私的精神 来约束自己 经此股票上市 正是道胜 这种追求的一个例证 道胜还发现 许多中小企业经营者 只凭个人能力打拼 为实现自己的目标 不断向风险的事业挑战 但是 公司过分迷信 自己个人的才能 很容易成为 自己才能的奴隶 我们的企业主 有没有成为 自己才能的奴隶呢 往往 他多取得一时的成功 但是事业却难以长久 我们那些 那么多倒下去的企业家 进监狱的企业家 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而那些少数 取得成功的人 导致科夫发现 多数是高尚的 他具有坚强的心智 才能够控制自己的才能 成为真正的主人 使才能在正确的方向上 得到充分的发挥 道胜和夫提出了一个 企业家有可能沦为 自己才能的奴隶 你不是你才能的主人 这么一个命题 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中国今天 司空见惯 中销企业 中销企业的企业家 在创业之初 全身心的投入 他们精力充沸 目光敏锐 善于捕捉机遇 而且才能非凡 但是随着公司 上了一定规模之后 他不得不应酬 大客户与社会各界 这是他能够拿到 大生意的主渠道 而对公司的业务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个人拥行主义 包打天下 他自己的能力 在昨天 曾经是他成功的主因 今天 却成了他继续往前走的负累 为什么 因为多数中销企业家 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他却不懂 怎么去驾驭他人团队 还有更广域的人的能量 那个资源 他不懂 他没有体会到 企业家的角色 要开始转移了 要从个人能力 集中的爆发 转移到你团队能力的建设 到处充持着背叛与不经济 使得这些年轻有为的企业家 不得不把一切运作呢 懒于一身 真功夫餐饮 现在搞得很乱 其实这个公司 那么乱的一个局面 在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说他这个氛围 他这个环境 他这个基因 等一系列的问题 等有条件 我们去专门分析真功夫 当你自己 当企业家自己 你使自己成为你才能的奴隶的时候 久而久之 你只相信你自己 看不上别人 看不上你团队 然后有什么利益 往自己的另外一个蓄水处理放 员工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慢慢的感觉到 反正老板也不像以前那样 跟我们一起了 他就开始背叛了 而这些企业家呢 我跟这些企业家有过接触 我感觉到呢 他们也就感觉到 他们常常都看到 别人的这个荒唐和不尽心 你看我怎么带他们 他们怎么荒唐不尽心呢 近在身边打拼多少年的人 也都显露出不可信任的品质 他们 他们其实 说到底 你怎么不去建设 那种自信 信人 背信 互信的场域呢 而这些企业家 他们可能不会这样看 他们会说 把他们从主人驱赶为奴隶的 正是这个缺乏诚心的社会 这是个大的背景 大的环境 他把一切的因素 都归结为环境和外因的做法 在心理学上有一种解释 这是一种外控心理控制源的逻辑 现代心理学认为 就是心理控制源 是决定一个人 能否具用责任心的决定性的因素 具有外控心理控制源的人 习惯于把责任 推给不相干的因素 认为自己与事情的结果没有关系 都是别人做的 都是社会条件 而内控心理控制源的人 他会认为 事情的发生是因为自身 是因为自身的状况而发生的 因此责任在个人 一些人把生命的承诺 压在注入小人 环境命运等等 甚至星座上 而另外一些人 他却非常懂得 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 我要对我自己的生命负责 我要对我周边的场域负责 我要对我所有跟我打交道的一种成果 结果负最后责任 这是有责任的承担者 道圣可夫 实际上就一直是这样的一种主人 初步的成功可以靠能力 但是进步的成功 持续的成功 就必须靠人格 人如果稍有成功 就适才傲物 表面上依然纵三小 实际上呢 他是做了自己才能的努力 这就意味着要开始失败了 这个时候 要特别的互换一种 心灵的一种人格 要互换你的主人出来 要当家做主 道圣可夫切身的提会呢 太值得我们今天 中国企业家彩摩学习的 你看他说 人生和经营的真谛 并非崇高的不可望而不可及 更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 作为最基本的伦理观 其实他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 问题是如何愚直的 把他始终贯彻到底 我们有没有勇气和能力 做自己的主人 能不能主动承担自己的选择 能不能去掉我们那么多的傲慢 贪求与恐惧 这个才是问题的症结 刚才王宇坤老师为我们讲述了 道圣和夫为了员工的利益 采取了由公司发行新股的 股票发行方式 接下来王宇坤老师将讲述 道圣和夫在拓展美国市场时的 种种经历 第五讲 在开辟美国市场中 贯彻原理原则 道圣哲学 在经词在日本的实践中 已经非常成功 那么在美国能不能成功呢 这是我们关注的情况 同时也是道圣和夫所关注的 当道圣确立了明确的经营意识以后 公司的运营就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 一直发誓公司要作为世界第一的道圣 就开始瞄准了海外市场 但是他第一次赴美国 可以说是惨败中求道 1962年7月 30岁的道圣和夫 便踏上了去开辟美国市场的道路 三个月前 道圣呢 刚刚被升为常务董事 道圣和夫这么早急着赴美 有不得不为之的理由 这个理由跟我们好多中小企业都有关系 经词作为新出生的小公司 当初在日本是受到了好多的封锁 道圣和夫呢 把这种封锁看成是一种固定稳健的市场秩序已经形成 利语格局 固定链一个现场的一种格局 市场秩序已经形成 你作为一个新来者 新的进来 那实际上呢 你是个新来者 是一个入侵者 或者呢 人家开始根本就不会有大公司跟你投怀送抱 这是正常的 那么道圣和夫就把它看成是一个 劳股稳健的市场秩序已经形成 一个共融共详的供应链 已经摆在了那里 这个时候 他不能一看新公司来了 人家马上就给你下订单 那不可请理 关键是 作为小企业 你怎么突破这种情况 这个时候道圣和夫就想到了 去开辟美国市场 因为道圣和夫想 日本的电子机械工业 都考虑从海外引进技术 若是海外的大公司 知名的电子公司买了我的产品 买了金瓷的陶瓷 制品 那么即便是金瓷公司没有名气 你日本的大公司 你也得很快的来买我的东西 所以与金瓷一样 战后起步的索尼 本田等公司 也是很早就把视野 扩展到美国和世界市场 在日本 一家公司 无论你拥有多么先进的技术 无论你 无论你如何积极的进行精英实践 其成长总是有限的 总是被无形的束缚 绊住了手脚 走向海外市场 获取世人的认可 是逃脱 是逃脱这个桎固 首要而不可或缺的条件 那么道圣呢 第一次出海 显得是格外隆重 千里迢迢 这个大家那个团队呢 都去东京去送他 他的妻子曹子和长女阿仁 也在送行之列 对于公司自创业以来的 这么一大壮举 道圣和夫心中啊 充满了喜悦 看着那么多人来送他 他感觉到那种喜悦啊 想到自己 从学生时代的 就有的愿望 终于就要实现 这个道圣激动的 甚至有点哽咽难语 那个时代 这个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呢 又是一比三百六十 去美国 单单是一个人的差旅费 就达到了八十万亿元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这对刚刚起步的经词来说 是一种很大的负担 因此呢 道圣实际上是怀着一种 悲壮踏上了旅程 我一定要在美国 闯出一片天下来 然而美国之行 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 当时的做法呢 基本上就是把贸易 作为代理店 那么贸易商呢 他却不那么配合 不给你去引荐厂商 道圣呢 也不知道美国人的工作习惯 他备受煎熬 在道圣看来 这个来美国 我花费八十万日元 每一分每一秒 都非常的金贵 他根本不允许这样 在一个破旧的 这个小旅社里 就那么 就那么悠悠闲闲的 不慌不慌 所以呢 他每天他都去 那个代理商那里去催 每隔两小时就催一次 说你们快点安排啊 时间宝贵啊 终于在代理商的安排下 道圣呢 开始挨家挨户 拜访一些公司了 他用紫色的布 把自己的样品精致的包起来 精力充沛的展开了商务洽谈 他打开紫色的布 一看到这个产品 每一家公司都惊讶 哇 技术做的这么好啊 但是 碰到的那些所有的人 都会都会说 他这个技术好 每一次的谈判都乌功而返 没有人 没有人想到要给他订货 这个时候呢 道圣那个焦急呀 他这个睡梦中 常常感觉到被压住 饭事呢 也厌不下去 他自己呢 这样描述 他这个 他第一次去美国的经历 他说住在肮脏的小旅馆中 外出呢 又不会讲英语 饭菜也不合口味 但我一想到员工的期待 就觉得无论如何 要拿到订单 这个愿望在半夜吸来 我就会做梦 全身发冷 深夜突然惊醒 这样日复一日 但最终宝贵的经费都会花光了 也没有任何与订单相关的收获 初次赴美 表面上看 惨痛失败 道圣和夫甚至当时 在离开的时候都想 可能以后再不会来了 可是 有一种潜意魔化的意识 却让道圣和夫 自创业以来 找到了真正的指引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 道圣和夫说 最初访美的印象最深的是 美国人和我一样 也是基于原理原则做出判断 若是他们认为某个事件不合理 我按自己的想法 也判断正当的话 就会当即得出一致的结论 后来 这一条在美国扩展事业时 这一点给了我极大的自信和帮助 出涉美国市场的惨痛失败 给了道圣和夫巨大的打击 但从中又给了他启发 面对美国市场的不利局面 接下来的道圣和夫 又将怎么做呢 我们继续来听 王玉坤老师的精彩讲解 他依据的事实 判断如其所事 是怎么样 就是什么样 我回到做人的基本伦理上去判断 一个合情合理 他心里哪么不准 这个到底对还是不对 当时没有经过验证 那么美国之行 彻底打消了他的这个顾虑 闹了半天 他道圣和夫 与美国人一样 面对一个个的具体经营问题 都是自己思考 根据自己的良知和道德 做手判断 因此 在与真正的美国人一起讨论的时候呢 就能够与他们站在同一个平台上 以同样的速度讨论 当不同文化的人都放在作为人该怎么做这个原点上 往往得出的判断呢 容易达成一致 讨论最忌讳的是 坚持己见 坚守你的成见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看到这样的争论 不管一些知名的学者 或者大的人物 他们在争论 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你作为一个旁观者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么一个特点 当时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员 我新加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是一个刚毕业过来的人 当时看到一些很大的人物 在争论一个事 就发现呢 实际上他们那个事 说的是同样一件事 只不过偏重的角度不一样而已 但就偏重这个角度 他就要固定在他这个角度 他固定在这个他的角度 当时我也说 他们怎么干嘛不回到这来 这不都一样吗 其实道圣和夫他就在说这个事 就说我们好多人是在跟人辩论 跟人争论 他不是说要求出一个 实事求是一个真的一个真理 他只不过是说在辩论过程中 他一定要击垮你 要证明他的正确 所以你说出一来 他非要找到二来反驳你 你反驳我 我反驳你 久而久之这个辩论 就脱离开原本这个事情在哪 这就是道圣和夫去了美国 给他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震撼 那么醒悟到这个原则 对道圣和夫真是弥足珍贵呢 日后在美国拓展市场 甚至股票上市 甚至一些会计准则跟美国的冲突 他都能够再按照事物本来面目 往前推进 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这次访美之行 却成了这个道圣和夫印证 经词之道之旅 成了他开拓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开端 虽然第一次出访的不顺利 但是道圣和夫增强了打入美国的信心 美国人跟他一样 喜欢回到合情合理的原点 他当时做了一个判断 他当时根据这个合情合理的原点 他就做出一个判断 我要进一步提高我的技术能力 中国企业家 多多少少都有第一次去美国的经历 甚至也多多少少都像道圣和夫那样 语言不通 习俗障碍 饭菜不合口 等等就被禁锢在一个下小的旅馆里 见不得人 但是呢 道圣和夫这样一个乡下人 他一下子抓住了本质的人 跟道圣和夫一样抓住本质的人 或许有 但是我们在媒体上呢 也没有看到报道 我们也没有看到哪个企业家 在谈他第一次去美国的这种感尬 能够悟出一些道理 所以每一件事都是这样 再大的危机都是机会 再大的苦恶 巨大的机遇和便利就藏在其中 我反复说了不知多少回了 问题不是被用来解决掉的 解决掉你把它放弃了 问题不是用来被解决的 是需要你与它共生的 如果你心中只有苦恶磨难问题 那么整天在那里怨天诱人 那你付出的可就真正的顺水飘走了 而且还更快 因为此故 你的精气神会受到严重的授寻 你已经回不去你那个原点了 第一次出访美国的感觉呢 不会英语是个巨大的障碍 不能指望代理商能够把你的意思给翻译清楚 所以想什么有什么 1963年开拓这个海外市场的得力助手 在京词出现了 原来松丰工业贸易部的部长 上西阿沙 也就是当年道胜的上司 经过青山正次介绍 加入了京词公司 上西呢 他是1921年出生于加拿大的温哥华 父母呢 都是移居加拿大的侨民 那么为了接受日本的教育 11岁他回国 成为这个资和上西家的养子 京都大学经济系毕业 1948年10月 他加盟松丰工业 上西在松丰工业呢 充分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 一直从事与国外贸易的往来 巴基斯坦厂商当时看好道胜 就是由上西做的翻译 42岁的上西 他值财情正茂的年龄 他的贸易经验 海外那么多朋友是许是许多公司 所要所要所要招揽的人才 而他到了京词公司 上西的加盟呢 使得道胜有一种终于得到良将的信息 每天一到傍晚五六点钟 快下班了 就跟上西触旗长谈 他接力想与他在思想上要保持一致 道胜精力充沛 从自己的人生观到京词的目标 到自创业以来发展的一个一个的细节 还有对未来的展望 以及这个进军海外的各种各样的打算 但是上西能够听进去吗 听不进去 他常常是云里雾里听不进去 道胜具有超凡的领导才能 他的自信自不代言 但是上西也不简单 他是精通贸易的专家 从年龄上看 青山还比道胜大11岁 上西曾经是道胜的上司 种种因素 使得这两个都有个性的人相互冲突和碰撞 而上西真正对道胜心悦称服之前 不知道还要经过多少冲突呢 道胜说了几天 以为时机成熟了 心中勇气新的希望 说这样就好了 我们再去美国就不会有凄惨的回忆了 从此我们可以大大开辟去美国的贸易的路子 他甚至满怀自信对上西说 请你马上飞出去 把禅情卖给美国人 听了道胜的意图以后 上西对他缺乏常识 感到十分惊讶 他只能回答 贸易不能这么做 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做市场调研准备 第二年才能顺序渐进的开展业务 道胜不允许这种慢吞吞的做法 什么话 这个本来既没有知名度 又没有实际效益的公司 不就是靠着我和青山挨家挨户的去 访问那些根本不认识的公司 才得以有订单 才能生存下来吗 有什么时间准备 根本没有时间准备 美国欧洲也一样 我要马上明天就过去 道胜很生气的打断上西的话 我不懂常识 请你进公司 就是因为你确确实实精通贸易 有了你这样熟悉外国业务和语言的人 条件不就具备了吗 干嘛还不马上开始呢 上西的脑子里充满了贸易的常规常识 那是十多年国际贸易在他脑子里积累起来的经验 已经牢不可破 道胜却充满了直觉判断 他不受任何既定的东西约束 这种冲突不只是语言上的 更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 本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方面家 1964年 道胜带上上西 从大阪机场出发 经香港飞驳欧美 一个多月的时间 道胜精力充沛 走访了香港 维也纳 罗马 日内瓦 布鲁塞尔 阿姆斯特丹 伦敦 巴黎 最后绕到美国 看到道胜带来的样品 所有这些地方的人 都为精词精湛的工艺 和高超的技术 大为精叹 但是呢 离签约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是没有人来签约 这个时候道胜着急的 他就从电话本上 然后让上西 从电话本上找出 有关的弱电的公司 开始实施 日式的突入式的直销 在欧美国家 不事先约定的拜访 只会被拒之门外 道胜却兼人不拔的 对一家公司进行 对一家家的公司进行突击 虽然公司接待了他 但是除了赞美他的产品 并没有往前再走一步 订货的事 冷然没有结果 道胜回到里馆 眼泪 就巴大巴大往下流 他对上西叹息 为什么迈不出去呢 为什么我们拿不到订单呢 他心中 对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员工 充满了愧疚之情 那是道胜少有的脆弱的时刻 看着道胜的泪水 上西一时不知所措 但是马上他又冷静下来 用冷静的目光盯着道胜 上西与道胜之间的裂痕 在这次欧美之行 渐渐的加深 在上西看来 拿不到订单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生产技术已经得到高度评价 这已经就很不错了 贸易跪在事前准备 采取日式的直销 得不到订单是很正常的 道胜这样是太不合常理了 道胜恰恰最不愿意接受 这个常规的摆布 公司成立以来 正是一个个突破性的直觉 让经词成立五年 就已经寄身国际技术一流的公司了 他生下来就是要超越的 要超越那些 违背他回 要超越那些 违背他回归原点 从作为人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所出发做出的判断 他就必须超越既定的东西 所以第一次出访美国 给他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美国人就是按事情是怎么 是什么 就是就是什么 而没有太多的矿化 道胜与上西的冲突 实际上是常规 以突破常规的冲突 上西的思维 还没有跟道胜的思维 合并到一个轨道上来 在道胜那里 那是一种根本性的思维 容不得半点含糊 欧洲的失忆 在美国得到了延续 所有技术人员看到的产品都感叹 就是没有订单 只是上西的一些老关系 给了一些小单 虽然没有得到理想的订单 但是见到了欧美一流的技术 使道胜信心大增 尤其在美国呢 见缝擦针 他们访问了最早生产 新型陶瓷的卡门兰德普公司 在一直细看过产品后 道胜呢 更加确信 精词的技术 已经步入世界一流 1965年 道胜和上西赋美 有前两次的铺垫 这回从德州仪器公司 得到了电器 电租器零件的订单 这批零件 将在登月旅行的 阿波罗计划中使用 但是期间有一件小事 却使得道胜与上西之间的冲突 表面化了 精词为了将产品 打入摩托罗拉 请几个相关的关系户 和代理商讨论战略 到底怎么办 一个曾经协助过 打入摩托罗拉的意大利人 约翰西安诺 被介绍进来 一坐下来 约翰西安诺呢 充分显示了他八面玲珑的本事 但是道胜和服直觉 这是个 这个人画 是个不靠谱的人 但是西安诺说 我对打进摩托罗拉 有绝对的自信 都包在我身上了 这个西安诺的豪原壮语 就是让所有在场的人 都感觉到那种澎湃 但是呢 却没有打消 道胜和服的不信任感 去摩托罗拉的前一天 几个人在旅馆酒吧里 再次磋商 话题呢 就是以西安诺为中心 展开 不懂英语的道胜呢 心中愈驾不安 其他人都被西安诺的热情 豪爽的气概所牵引 渐渐的朝着打入摩托罗拉的事物 就必须全权交给西安诺的方向发展 道胜和服 希望西安诺 既然你想承担下这个责任来 那你要拿出一定成功的确凿证据 几次催催上膝 你翻译 道胜如此急切的一遍遍的问 是有他的道理的 因为西安诺提出把产品 打出摩托罗拉的一个条件是 经词必须把摩托所在地 亚利桑那州的所有的经销代理权 交给他一个人 依照美国的习惯 在这个地区所有的买卖 以后就只能跟他来做了 道胜作为公司的负责人 当然他要谨慎了 在信任感还没有确立的时候 他是不会签约的 早年进军美国的日本公司 三菱汽车呀索尼呀等等 都有过在美国受代理商制度下 吃大亏的教训 一旦代理商把注意力转到其他的品牌 自己的产品就会滞销 而一旦签约 你又不能找其他的代理商去卖 甚至即便是有当地的客户 直接找上你来 他要买你的东西 你也不能擅自卖出 你必须经过那个代理商 所以代理商的这个品格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同时呢 道胜还本能的意识到了这种危险 就是这个上息的这个不靠谱 他意识到一种危险 他站在商界买卖的这种一般的原则上 思考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凭着直觉 如果全盘听信西安诺的话 那就会铸成大错 在精通美国商界习惯的人看来 道胜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 简直就是有违常规 所以呢 要等到实际的确凿到证据 才能把这个活交给他的话 这没有这种常理 所以上息再犹豫 他没有翻译 道胜还在问 真的能成功吗 你到底准备怎么做 你认为怎样才能打入他们的市场 道胜接连不断的发问 而上息却拒绝翻译 这很失礼 很失礼 会让人家生气的 道胜和服听到这 啪一拍桌 你是谁的助手 谁的翻译 你知不知道这家伙 根本就不能合作 从今以后 我再不需要你的帮助 道胜 他是为推销自己的技术而来的 语言是浮云 从根本上说 必须是对方真诚喜欢和接受自己的产品 而摩托罗拉这种大公司 商含事宜的 如果全权交给不懂陶瓷的西埃诺 会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种技术上的交易 道胜和服始终坚信 他作为一个小的零配件商 他要去跟摩托罗拉这种大的公司交流 一定是摩托罗拉非常懂技术的人在场 然后眼睛对着眼睛 道胜科夫看着他的眼睛来说 这个应该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会怎么做怎么做 然后眼睛对着眼睛 跟客户的这种相互的信任的确立 才可能拿到订单 而不是靠一个完全不懂陶瓷的人 在那吵言吝啬 你就能推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认为这是主要的 所以对生产零组件的公司来讲 道胜的这种态度 具有至关生死的重要性 生产商必须与客户建立起 非常彻底的有默契的合作关系 只有真正相互依赖的这种 信赖的这种关系 才有可能得到长期的订单 这也是道胜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自信信人背信互信 这是自创业以来 道胜始终坚持的原则 他不会为一单生意破坏他的原则 深层的忧虑 加上上西对经词原则的 置若网闻 不能理解和挟入自己 使得道胜满怀怒气 上西是头脑精明 做认可事都机智灵活 在贸易方面感觉他又非常敏锐 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人才 可是他太过自负 但凡道胜提出的方案 他总是从专家的固定的视角出发 说你专门去挑毛病了 这样往往跟这个经词的原则 就背道而驰 两者对贸易根本有着全然不同的理解 所以上西与道胜的冲突 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大冲突 因为他太自负 即使在商务谈判现场 也常常将自己的考虑放在优先地位 而无视道胜的意见 回日本后 道胜的怒火转变成了行为 他气急地对青山说 我无法跟青山再合作了 你去给他说 他被解聘了 在与摩托罗拉合作的事情上 道胜和夫与子和上西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直至关系的最后破裂 那么接下来又将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继续来听王玉坤老师的精彩演讲 几天后 在道胜家 在道胜家门口 跪着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 这个老人 闹了半天 就是上西的养父 他跪腹在门口 一动不动 一个劲的重复 我们家上西 已经改变了想法 请再用他一次吧 道胜反复让老人家起来 老人家就是不起来 那道胜呢也无奈 就说 老人家你不知道啊 这个我们之间无意义的争执太多了 你当初也也做过生意 你知道这个无意义的争执 这么多 这个不好经营啊 但是这个老人呢 春噪 则流着泪恳求说 那个孩子对我也是满口浑道理 对人傲慢无礼 他被解雇是当然的 他这种目中乌人 世才傲恶的态度 到哪都待不了 你有能耐镇住他 我下决心了 如果这回他不改过 我就让他跟我的女儿分手 解除父子关系 就这一回请你原谅他吧 春噪老人 把能说的话全说了 句句感谢 道圣本来说 上西有才能 不愁在大公司找不到工作 但是老人说话太恳切了 那么哀于情面 他也就答应老人了 所以第二天 这个上西就到了道圣的办公室 爽快的说 这回爽快了 说我现在归心转意了 我认错了 我希望公司能让我再尽一些力 但是道圣对这个一般化的表态不满足 他一定要把上西的思维方式给扭转过来 道圣就把他所想到的 对生活 对工作的态度 思考问题的方式 如其所示 回到原点 作为人该怎么做 一一列出来 具体分析了上西与他的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 他们两个一个是太多的框框 每个框框都很金贵 结果总是饶着事物来赚 而道圣是一个很纯粹 特别特别的纯粹 如其所示的来看待事物 一个人看到了底部 一个人只看到表面 那么两个人的向量完全相反 要从向量相反到向量相合 需要确立正确的思维方式 经词公私已经有了这种正确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敬天爱人 敬天爱人的第一条就是合情合理 就是作为人该怎么做 那第二条你要对人富有爱心 要心与心的连接 而这些东西他感到上西如果不调整到这上面来 那么不只是触不好关系 也会影响他个人生命价值和人生的幸福 道圣如此恳切的肺腑之言 正是因为他坚信这是真理 他坚信上西也是可以接近真理的 道圣把自己的想法合盘托出 一片片的剥落 覆盖在上西 头脑身上那些盔甲 露出他的心扉 让心与心的连接 开始有了连接 上西也很感动 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闹了半天 你居然为我考虑的无为不至啊 在他的一生中 起今无止 还没有人能够把他自己做人做事的误区 一下子给他说明白 同时又能让他生起重新做人的信心 道圣看到他的眼泪 采血性 上西明白了自己的想法 他就说了 从那以后 我与上西先生就志趣相投了 道圣回忆说 为了使全其员工能够同心同德 付出极大的努力 为了让大家了解自己 他做了无数次的说服工作 就是单纯这一条 让每个人你都能纯粹下来 让不要那么浮躁 纯粹下来 你放掉你的权威 你放掉你曾经的经验 你放掉你的老板 你的上司的那个眼色 你就是如其所事的来看待事物 单纯这一条 太难太难了 经过了好多好多的努力 他认为这是一种锤炼和重新塑造人的工程 也是他创办公司的一个重要目标 他乐在其中 有的人很快接收道圣和夫的思维 迅速成长 有的人经过一次次的思想碰撞 终于毛色顿开 也有些人无论如何都固执己见 道圣则会重点看前因后果 看对整个公司氛围的影响 如果这个人实在融入不了公司 那就只有让他离开了 人是不可勉强的 如果不能使对方与自己同心同德 就毫不留恋地辞退 再优秀的人 如果他不能其心协力 其巨大的能量 不仅是不会发挥 发挥了可能能量还是负面的 对公司的从公司合力上的考虑 这样的负能量 高能量是应该果断清除的 1966年道圣和夫有专务 升任为京次的社长 两年前就任社长的青山 现在任会长 自此京次名副其实的 在道圣和夫的领导下 建立起有条不紊的新体制 借新工厂落成之际 道圣领所有的管理者都搬进宿舍 都不能回家住了 都要集齐住到工厂去 以便统一指挥 与道圣同住一池的 是三浦正名 当时任常务董事 道圣睡上床 三浦就睡下铺 1966年4月21日深夜 RBM向经词下了一个数量 十分庞大的RBM360电脑零件 印刷电路板的订单 共计2500万个 价值41万美元和14900万日元 相当于经词当年营业额的四分之一 令人兴奋不已 应该说 道圣赴美促销 接触了硕大的成果 1960年代 RBM360电脑是世界上最畅销的电脑 共有十多种以上的机型 与360电脑的成功相应 此后RBM电脑的硬体软件都成为世界的标本 通过王宇坤老师的讲解 我们知道了 在化解与紫盒上锡的矛盾后 道圣和夫建立起了新体制 并接到IBM的一个庞大订单 那么面对这个庞大订单 道圣和夫又该怎么做呢 所谓的印刷电路板 是电脑中使用IC的蹭底 是电脑中很重要的一个零件 在板上用针度印刷的方法 画出电路图 在上面再安装IC 一台电脑中需要大量的这样机板 实际上按照RBM的规定 向零件生产公司订货 订货额绝对不可以超过 这家公司营业额的十分之一 这是因为考虑到RBM订货量大 一旦产品不到标准 或者中途取消订货 那么将使零件厂商濒临绝境 所以规模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的 零件生产公司 就没有资格接受RBM的订单 当时京磁公司全年的营业额 也就6亿日元 只合160万美元 所以只能接14万美元的订单 也就是说 京磁实际上没有能力参加RBM的招标 在前一年 上西和青山造访RBM参加投票时 自然的被问起了 你京磁多少营业额 深得道胜真传的青山证次 悄悄的对上西说 看来这回一定得说了 然后操作整顿 神情自若的回答 我们每月营业额100万美元 一年营业额1200万美元 一下子突破了7倍以上 这个对上西来讲 是绝对不敢说出来的 道胜他们的欣喜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当时参加投标的 还有号称世界一流的 一间德国的制陶公司 叫罗林塔尔公司和迪萨公司 经此能够在竞争中取胜 无疑于向全世界宣告 技术上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RBM对零件品质的要求 至严格众所周知 经此接受订单的技术水准 和精度上 其实还远远没有达到RBM的要求 但是经此历来是 我没有达到要求 我创造条件 我也可以上 他们很快地购置了新的设备 那么从原料配备到产品检验 经此对现场所有的业务都 道胜 对现场所有的作业都进行严格的监督 他还是要亲自去参加那些配置 那些原料 调整粉末比例 进行烧制 成型操作 他在操作的现场走来走去 指挥员工 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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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他的口头禅 尤其是在表面精度精密度的关键环节上 他更是意思不苟 严格要求 他手里拿着个放大镜 仔细到每一个程序上 严格地去看那个精密度是不是合适 道胜是抱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他也深知大家的疲惫 但是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呢 总是不忘了对员工说上一句 大家这么晚了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希望明天继续努力 员工们清楚的知道 RBM订单关系着公司的命运 也为道胜 也为道胜跟管理层与员工同甘共苦 一起加班加点住工厂 这种习惯也深深的感动 所以每天呢 都是工作到晚上九十点钟 毫无怨言 一天道胜呢 工作到天蒙蒙亮 才上床 大概有三四点钟了 在大家 在大家离开之后呢 他还要反思一天的工作 要寻找改进的方法 这就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 大家呢 把不过十二点 不回床休息的道胜和夫呢 就说是早晨先生 就就那天 因为三四点钟才上床 这个到了六点多 又要起床了 他的室友呢 三浦起床时呢 看着道胜睡梦正甜 不忍心叫醒他 就一个人去早课了 道胜到十一点钟才醒过来 冲着三浦大发雷霆 为什么不叫醒我呢 昨天我睡得再晚 早课怎么可以不出呢 1966年 1966年 11月16日 这是道胜 永远难忘的日子 经词 收到了RBM 2500个产品 合格的通知单 想到大家的辛劳 终于有了回报 泪水顺着他的脸颊 哗哗的往下流 下班呢 他就请大家一起去喝酒 然后举去酒杯 相互干杯 又是泪水 又是酒水 那是交流啊 喜不自胜 对RBM订单挑战 极其成功 使得精词在技术上 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这是精词在世界电子工业界 构筑坚固地位的开端 单是向RBM输出产品这一件事 就使得公司声明确起 之后呢 精词公司陆续得到 美国快捷公司 通用电器公司 德州仪器公司 莫托拉拉公司 等等等等的大量订单 世界电子工业一流的公司 已经有了精词的一席之地 本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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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